大家好,我是查米 今天是2022年5月25号 周三 现在是上午的十点钟 实外的温度是13摄氏度 天气也是个大晴天 我现在呢,去我们小店 往八号口那边走 可能有十公里吧 一个小河旁边去钓丝鱼 只有这个季节 这个时候时间最迟呢 就是一个星期吧 就这些湿鱼回流到大湖里面去 长卵 就结束了 所以说呢,抓到你抓紧这个时候 去钓钓鱼 因为我们去的餐馆这边就是 停业了嘛 米餐呢,就收到小便利店 我呢,事情就少一些了 然后就去钓钓这些鱼 这种鱼昨天我们钓到了特别好吃 很鲜美 我家小朋友说 他说,就跟家里面 店里面整的这个鱼一模一样 路上也有几分钟 就来给大家聊聊天吧 前几天的视频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我们在这边捞鱼 因为我们在大西洋旁边嘛 有很多海里面的鱼呢,就是会回到大湖 就是来长卵 就是回游嘛 所以说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是有几波 就是捞鱼的机会啊,或者是钓鱼的机会 特别就是这样,我们还是第一次去这样去捞鱼 因为前几年因为疫情也因为我上班嘛 就一直没有时间 今年是第一次去享受这种东西 也是特别开心 群里面呢,很多群友啊就问我在什么地方 所以说呢,我在群里面也告诉他们 在论坛里面也把这个地址也标注在上面了 还有一个呢,就比较特别的 就是有一个网友 他特意说让我稍等一下 他带他一家人也过来去体验一下 在这边是特别要注意 就是讲,你要去读懂这边的相关的法律跟法规 有特别特别细的 有的涉及到一些鱼的种类啊 或者不同的地区划分啊 然后有一些尺寸啊,公母啊 时间核断的限制啊 然后你的就是钓具的一些限制啊 都是有的 就是讲,大家一定要去搞清楚 而且呢,大家要注意区分 就是这边的鱼警的权利啊 就是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局的一个警察的权利呢 是特别大的 他们可以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 可以进入到你家里面去进行搜查的 捞鱼,这个视频里面的这种鱼呢 就是20条的一个限制 而且呢,它那个是有时间段的限制的 就是在周五的上午八点 到周日上午的八点 这个时间段呢,也是不可以进行捞鱼的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去搞懂这些相关的规则 再去玩,会比较开心一些 因为你,假的说你真的在那里 被他这样查着的话 你去解释是,这个是第一个是没有用的 跟警察进,你不要进行任何的解释 因为裁定权是在法庭的 假的说你觉得不公,那你去法庭上说 而且你说你不知道 不知道你就不应该去做 就很简单 据说我没有见到过 因为这种情况 是有胜诉的可能的 所以说大家还是 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 去进行任何的户外的这些活动 都是要去搞清楚相关的规则嘛 就跟我昨天去钓鱼 我呢,就是用一般的这个路亚钓 在那里钓鱼 结果呢,就是种鱼的概率 有个时间段就有窑口嘛 我就钓了一条 然后呢,我对面呢 有一个西冷的一个鱼友 他在那里钓呢,用飞鱼钓 结果那个时间,他爆杆 钓了有,我们的线子是五条嘛 他钓了有五条 他第五条的时候 他就问我 他说你有没有到线啊 我讲我没有 他说你需不需要 我讲我需要 他就给了一条给我 所以说我就拥有了两条 他呢,在那个时候呢 他因为是有四条嘛 没有达到limit嘛 所以说limit是五条 所以说他就继续在那里钓着 他也很快乐 我呢,有两条呢,就够吃 我也很快乐 结果呢,我就先撤了 然后后续呢,他在那里钓的鱼呢 我可以想象得到他 他每钓起第五条 狮鱼上来的时候呢 他都要把一条狮鱼 把它放回河里面去 因为假如说他持有数量是五条 我们这里的线额是五条嘛 他持有五条呢 他再把钩放到河里面去呢 他就已经违反了相关的规定 因为你一放到河里面去 你主观上 你就是想再获得一条鱼嘛 然后你就朝线额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是不能的 好吧,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这些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再见 OK